一句岳飞能不能帮我写歌 差点让李文退出内地娱乐圈 那时李文刚刚到内地娱乐圈发展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听到电台正在播放满江红 李文听到后 直接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该首词的风格 问旁边的助理 是谁写的 助理直接说到岳飞 李文兴奋问道 可不可以请岳飞为我写词 该消息一出 便引起舆论哗然 当时全网遍布的都是嘲笑他没文化的消息 毕竟岳飞的故事哪怕是小学生都耳濡目染 可这一切并不能全怪他 从9岁开始就跟随母亲移居美国 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 他能闹出此等笑话也实属正常 成龙在主演电视剧《京中报国》开机仪式上 成龙就扬言到自己非常适合饰演岳飞 可以从29岁演到79岁 现场的工作人员听到后 马上提醒成龙 岳飞活到39岁就遭受奸人陷害而亡 不仅如此 就连著名主持人李湘在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 也曾把几首念成拉手 汪峰在演唱自己的成名作《北京北京》时 也曾把歌词中的诗谷读成竹谷 杨幂在鼓励高考学子时 也把金榜提名写成金榜提名 就连有才女之称的伊能静 也在节目中朗诵念奴交赤壁怀古时 就把《与善关金》读成《与善伦金》 如果通过李文不认识 岳飞就判定他不爱国的话就武断了 虽说从小就生活在美国 可母亲时刻教育着他们三姐妹 你不能忘记你的根 永远不要忘记你来自哪里 16岁那年李文代表学校参加美国的妙龄小姐选美比赛 并一举夺下冠军 此时的她就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参加的 1995年 20岁的李文在台湾参加某档综艺节目时就曾表示 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在奥斯卡演唱会接受记者采访时 李文就反复强调 我以中国人的身份登上奥斯卡的舞台 我一定要表现得特别好 我要为国争光 当被网友质疑国际和立场时 李文毫不避讳说道 自己是中国香港人 就在前段敏感的时期 老妖婆串访台湾 李文就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转发央视的动态并配文道 中国人要团结 不要让外人干涉咱们 足以看出李文的爱国之情 作为80 90后的人只要听到这首歌 总会想到李文为某国货说的广告词 他凭借一己之力将该国货变成了高大上的样子 当时李文一头红发 身着性感 在老一辈人看来 有点伤风化 可就是他这种独特的风格 在神仙打架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血路 当年李文到底有多火 在法国世界杯足球赛中 李文就以亚洲中文区唯一代表的身份 在开幕式上演唱单曲颜色 麦克尔杰克逊在韩国举办慈善演唱会时 李文作为邀请嘉宾助唱 两人初次见面就相谈甚欢 演唱会结束之后 麦克尔杰克逊就邀请他前往自己在加州的梦幻庄园度假 之后更是享誉全球2001年 带着自己的好心情登上春晚舞台 在电影《卧虎藏龙夺下奥斯卡多项大奖》后 作为主题曲的演唱者 也被邀请登上奥斯卡演唱该首歌曲 此时的他作为首个登上奥斯卡颁奖礼上的华人歌手 2002年 姚明加入NBA 而李文是他最喜欢的偶像 于是李文成为第一个在NBA现唱的华人歌手 可就是实力如此强大的李文 却在百花奖颁奖礼上唱歌跑调 当天晚上李文演唱的是自己的主打歌刀马蛋 不曾想一开口就跑掉 网友听到后纷纷质疑李文难道是在假唱吗 该视频一出便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 之后由网友放出彩排时的视频 当时的李文一直在跟工作人员沟通 争取达到最佳的状态 由此可见 李文走音并不是假唱导致 细心的网友发现 李文在演唱的时候并没有戴耳反 网友纷纷表示 现在环境过于嘈杂 如果歌手没有佩戴耳反 就可能听不到现场的伴奏 并且不能第一时间听到自己有没有跑调 网友纷纷表示 现场珍唱难免会有情况 并不能一次失误就至一天后的实力 李文第一时间也向大众道歉 他也表示自己当时的耳反确实存在问题 可他并没有把过错归咎于耳反之上 而是非常诚恳为自己的能力不足 向喜欢他的歌迷道歉 身材性感火辣 却嫁给大16岁的老头还倒贴1.5亿 47岁两年人工受孕九次 李文到底图什么 在遇到乐玉民之前 他曾和周杰伦传过绯闻 还和郭晶晶的老公霍启刚叶扑过 李文为何对于过婚带着两个女儿的乐玉民情有独钟 这一切都跟他单亲家庭有关 从小就缺父爱的李文 一直都渴望能找到一个能包容自己关爱自己的男人 而这个大自己16岁的男人正符合这个标准 乐玉民在过生日的时候 李文会精心准备 不仅邀请众多好友 还会向乐玉民暗恋过的女生询问乐玉民最喜欢的是什么 他这样做无意就是想给男友一个称心如意的生日派对 两人结婚的时候 李文更是豪至1.5亿举办豪华婚宴 请来300多位好莱坞明星 场面盛世好大 还连续举办了两天两夜 婚后两人一直恩爱如初 唯一可惜的就是李文一直都没能给丈夫生下一儿半女 据说47岁的李文为了生下与丈夫的爱情结晶 曾两年时间接受9次人工受孕 可没有一次能成功 很多人不明白 当时李文嫁给乐玉民的时候年纪也不大 算不上高龄产妇 当时为何不早点生育呢 李文表示当时刚结婚 还没跟两个妓女搞好关系 如果急于怀孕的话 很容易让大家的关系搞僵 那时李文便和丈夫决定推迟传宗接代 到想要生育的时候 李文和乐玉民的年龄摆在那里了 想要成功受孕谈何容易 最近李文发布一条动态说 一致破碎的心灵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时间 一次两人关系不和睦 网友表示毕竟对于乐玉民而言 他当然希望李文能为他生个代把地继承家业 不管李文是否存在婚变 但他永远是大众喜欢的性感歌后 你喜欢李文唱的哪一首歌曲呢